困难的情况下 用十年时间建成了以明线为主 自成体系的有线电通信网 使全军90%以上的边防点都沟通了有线电路 为绿色长城编织了一张四通八达的静脉网 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 又集中人力物力建成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遍布27个省至自立区的地下电缆网 为钢铁长城开通了一条粗壮通畅的大动脉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 世界各国特别是军事强国 都把军事通信作为优先发展的重中之重 不遗余力地发展本国的军事通信系统 各种先进的通信手段层出不穷 新的通信装备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他山之石可以公寓 军对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出具规模 实现了军事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处理 在1996年3月举行的三军联合作战演习中 也同样显示出我军通信现代化建设的水平和实力 从争夺制海制空权到快速装载航路 从装甲集群抢滩登岛到空降垂直登陆 从多层火力突击到多路强击突破 从立体穿插分割到纵深跃点攻击 通信兵综合运用各种通信手段 为三军联合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蓝天为正 大海为正 输均了的根根血脉 奔用着新鲜的血液 绿色长城更加生机勃勃 坚不可摧 共和国不会忘记 从喜马拉雅山口的中印边境 到不足利江畔的珍宝岛 从珍珠玉翠般的西沙群岛 到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 人民通信兵在卫国戍边 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斗争中 立下的军训 共和国不会忘记 在蘑菇云升起的河石野场 在大漠深处导弹发射基地 在匹波展浪的远洋科学考察船 在遥控卫星升空的指挥中心 人民通信兵在鲜为人知的领域中 所做出的默默奉献 共和国更不会忘记 在山峰地线的地震灾区 在一片汪洋的洪水之中 在突如袭来的突发事件面前 在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活动中 人民通信兵以迅速准确保密 不间断的通信联络 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 各项通信保障任务 新闻主义同志 进去第一通议总战 成果两级远远车的时日 请准确 上海面王州 军委领导多次视察通信部队反复强调 通信与国家安危 信息相关 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1993年初 中央军委制定了 我军新时期战略防针 为我军通信现代化建设 指明了方向 南 即使日子 就算他们在公开 compensator 中书 scored 内定的 孔暗前 młсте 你们有太过一个 把我们到达作主摇 所周的孔暗前 边要加上 距离 DAN 最 proportions 深厉害 XDD 所谓的 国人 奴演 就是 upstairs 标准 人民通信兵牢记职责不如使命 解放思想 锐意改革 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事通信体系正在形成 世纪之教 风云变幻 以信息技术为重心的新一轮军事革命风潮日烈 全球个人通信的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我军通信官兵正蠢蠢满志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长城将以他更加威恶的雄资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了十七年兵 守了十一年井 为了保证每天为几千人供应一千二百吨的水 连家都安在了井边 他就是沈阳军区空军驻牡丹江场站的老志愿兵李东军 这里是中国空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诞生的地方 当年那些在朝鲜空战中震惊世界的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 就是从这里猎引翅膀 许多年来坐落在牡丹江边的这口老井 默默地养育了这里的一代代空军官兵 正是这口老井 至今每天还要为一公里外的几千名官兵 供应一千二百吨的工作生活用水 在这里守警的是一名叫李东军的志愿兵 从86年起 除了守警外 他还义务担负起了修理部队电击的任务 仅此一项 每年就能给部队省下十几万元 那年他的腿被电击砸坏 从农村赶来看他的父亲又查出了胃癌 那是李东军十余年守警经历中唯一的一次动摇 自打架给了李东军 董立娟的心就交给了这口老井 说是夫妻俩 可为了孩子却不能和丈夫坐在一起 倒是92年的水灾 使他们俩难得团聚的起点 外部这个警察周围的外围 二同龄全部都被撑倒了 这个楼梯不是24个坎 26个坎吗 只剩7个坎没上来了 就是水瓜慌慌的一面撑水楼 身份可大了 我那都是挺害怕的 他老天说我 他说他那你怕呀 他说要把咱那小楼子吞过了的话 他那前五分当时师父也都 那啥子在这边 然后当时他老天去 老天欠我 我就是 后来我也算不太好 由于老井不害一公里 没有别的人家 部队里李东军的女儿 单独设了一个车站 每次升学等车 孩子都要羡慕那些 家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小伙伴 你是不是冷了 你是不是冷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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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一根子 放里面 放里面 手拿呢 我的手拿呢 我在那 手拿呢 我的手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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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手拿呢 啊 太難畫了 想不想今後我畫下來 想 你最喜歡冬天 夏天 春天 秋天 春天 夏天 為什麼 因為春天能開很多很多花 夏天特別 可能上大江里去玩 大江里玩 我說有我 然後拿水 為什麼不喜歡冬天 我想 然後三四歲 然後到冬天的時候 然後我自己睡著 我爸我就 媽在樓下修練機 我爸不照顧我 我就在一起去玩 好吧 我被一個電打了 為別人訴訟自來水的黎東軍一家 自己卻要挑水吃 冬季為防水管動裂 挑水還要爬上鐵梯 這讓夫妻倆揪心的是 一天夜裡十一點 女兒夢裡醒來後 不見加班的父母 大冬天光著腳 穿著條褲衩 連滾帶爬地找上了警 不見加班的父母 平常 我倆一上樓的時候 他把黑人就是我扛的 他已經到時 一看我倆就在 留在樓上 他也想到這一點 就讓他用來的 我倆地上能帶出去來 他已經不想 我倆就覺得 背部隊一起弄了 在這邊 可能就到這裡 找我倆 一開個門了 看我倆就毛了 那孩子就哭了 那孩子 那孩子可能 我倆都沒褲上哭 我一看他就不再探 就毛了 那是 其實我當時最想到 這大街頭 你那樓梯就毛一爬吧 一起爬到最爬 萬一那孩子 走到不算太牢 老鋼的東西 你說萬一要是 掉你的怎麼辦呢 願意在家裡頭 還是願到警上這兒來 到這兒來 為什麼 因為人家在屋裡 每一個就是 上這兒來 他平時就這麼給你遞工具啊 他平時就這麼給你遞工具啊 他把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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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頂端下來 到這個水底下 有多少錢啊 十二米 十二米 問題大不大 問題幾道 你每天都要下來嗎 然后是一般的强调 三两天就下来之后 经常下来经常 每天要往那个 部队供水要供多少 1200多个 都从这儿出去的 那等于说就你这个地方 一停止工作的话 部队就没有水了 对 整个部队供水全量被移除 这个井有多少年了 大约那种数据差不多了吧 这井这架子架子架子 是你搭的吗 92年的时候 小型的时候 我跟亲自搭的架子 像搭的还是很危险 修好了吗 都好了 这边 小型 小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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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 一 一 小型 大型 饭 大型 这个井离不开我 同样我也离不开一个井 我感觉这个地方 确实给我拴住了 水是生命之源 李东军一家送给部队的是填水 留给自己的确实艰苦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 这正是一种老井的精神呢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收看人民子力宾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东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